投资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是能力圈 能力圈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懂的股票你不要碰 你不要看一个就爱一个 你看过去洗完那个航海 玩钢铁的人 后来都沉船一堆了 所以说能力圈的重点是 你要了解自己不懂什么 你就不要碰 当然能力圈是可以扩展 你要不断的去学习 精进自己 对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 我们要护城河 护城河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要挑选那一种 就是本身护城河 就是其实企业的竞争力 你要挑选那个有竞争力 大到不会倒的公司 因为我们还是要保护 我们的资产嘛 对不对 所以说第一个无形的 比如说像品牌 可口可乐 这个就是它无形的竞争力 对不对 那在特许行业 比如说像陈老师 存了3000张的金融股 因为金控在台湾属于特许的 你再有钱 你也没办法成立银行 这个是特许的 对那这个也是它的护城河 那再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说转换的成本 比如说像我当初用Android手机 我要换到Apple 就烦恼说会不会 那个啰哩啰嗦转换 那等到我换到Apple了 我就想说我再换到Android 我也觉得很麻烦 所以你就是一日为客户 几乎终身就是他客户 就是会一直被人家这样 不容易跑票 因为转换的成本嘛 对不对 这个也是很麻烦的 对不对 再来就是成本的优势 你说像那个超商小七 那种大卖场 他们都是量很大 规模很大 对那他就可以降低他的成本 这个也是他的优势 再来就是通路的优势 其实像台北大都知道 走到路口都看到7-11 对这也是他的优势 建立超商很多 所以说我们今天讲的说 你挑公司就是说 第一个 你要在你的能力圈挑 不懂的你不要碰 这个很重要 那挑的要挑这种 有护城河的公司 那再来我们还再来一个 就是安全的编辑 安全编辑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小雪 你比如说假设 你今天要给我买房子好了 你一来我直接给你开五千万 你会不会跟我杀价 我会杀到见谷 那这个就是保护你 比如说我开五千万给你 你马上就买了 可是搞不好景气不好 跌到四千 你是不是要赔一千万了 那你当初你在设定的时候 你就先跟我杀价 不行你要20%打八折 那你就有20%的安全编辑 你就跟我杀到四千万 那将来就算房价从五千 跌到四千 你也不会受伤啊 所以说这个安全编辑 其实就保护我们了 因为股市永远都会波动 就算我认定说 它的价值是一百块 可是股市有时候会乱跑啊 所以搞不好会七八十啊 所以你设安全编辑 其实是保护你自己啦 那当然你也不能随便乱设啦 对啊不能说你五千万的设 五千万的保 我跟你说五千块卖我 这落差太大 放狗 放狗咬人 对不对 所以安全编辑你要自己去规划 那当然如果说股灾的时候 你可以设高一点啦 对 那如果说相对 要怎么抓呢 那这个只能靠经验 其实我们就是 我们买一支股票之前 你一定要去估算它的价值 对 它值不值那个钱 这个是最重要 那当然这个是最花精神 所以说你要估出来 它值多少钱 比如说我估出来 它值一百二十块 那我再给它打个八折 安全编辑嘛 20%嘛对 我就可以估算出来 我买的价钱 所以说最重要还是说 你去估算它的价值 那什么是一家公司的价值 其实很简单啦 如果说今天这个公司 假设它每年可以配给你五块钱 然后配三十年都不倒闭 那很简单 马上算出来一百五十块 对 我们可以这样估 但是通常这个比较乐观 就是你假设公司不倒闭 所以我们会估说我愿意报它多少年 我愿意持有它多少年 这样子来讲 那通常呢 当然大家会希望说 我希望五年十年回本 不过那个就 你去买个店面十年就回本 那么容易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说有时候你要跟限时做一个妥协 那我们拿中华店来做一个例子好了 那最近几年这样平均配 如果说我们算出来配大概平均配 4.486块钱 那中华店因为它毕竟非常的稳 它也不会说倒闭 但是这种公司通常一个缺点 就是股价比较高 因为大家都知道它好嘛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说投资的 你愿意持有25年 我就用25年来算 那我们就算出来一个股价是 112.15块钱 那其实投资的 我们刚刚在上一个单元 我们讲到中华店大概每年十月的时候 都相对低点 那个时候的股价就刚好在这个地方 就刚好在110块左右 所以说我们可以利用它的内在价值 内在价值就是它在企业在倒闭之前 能够产生多少现金流 那当然中华店我是相信 它可以活50年100年 只是我活不了那么久 但是我觉得25年回本 是我能够忍受的 所以说中华店我就愿意用25年来忍受它 那你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算出它的内在价值就是112块钱 那你要取安全编辑怎么办 因为中华店太稳了 你可能就给它打个九折去好了 因为太好的公司 那你把它打个九折 你就可以算出来说 大概100块 不过不容易 但是有时候我还比较喜欢那种公司 就是我们可以看它怎样 患难见真情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很漂亮事业很好的时候 很多人追求那很正常 可是当你是丑小鸭的时候 这个叫做患难见真情 就这时候追你了才是真心的 真心的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 像联永这支股票是陈老师在2008年买的 我那时候买在120几 结果金融海效益来 那个120几 那个100块不见了 剩20几 哇 很恐怖哦 那不吓都吓死了 差那么多 但是我们还是回到原点 我投资股票 我要的是好公司 什么样是好公司 当大家赚很多钱的时候 他赚钱 手手一样 可是当大家不赚钱 他还赚钱 这个就有真本事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其实像08年的时候 其实他还是赚得出钱 EPS 有没有 你看 那他还是配得出钱 有赚钱有配钱 有赚钱有配 08-09年金融海效 那么惨的时候 他还是有赚钱 还是有配钱 所以我那时候 虽然看到股价从100多块跌到20几块 我就往下买 患难见真情 我就100块 80块50块30块我就买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你还是有赚到钱 只是大环境不好 你还是一个好公司 他现在是丑小压 以后变天鹅 对 因为他持续都是很赚钱的公司 其实他IC设计在台湾也算顶尖的 这个产业也算顶尖的 那你看 从08年到现在 我们统计一下 这家公司很厉害 总共赚了233块钱 然后配出188块钱 所以你如果说你预测的出来 他将来可以赔这么多 你想想看 那时候卖你200块 你也愿意买啊 是啊 还是赚啊 不过我们讲实话 这个都是预测 所以说你电子股就是比较 讨厌就是你要预测这个功力 那你要了解他做的是什么样的产业 他是做那个IC设计的方面 但是我这样看就是说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好公司 获利稳定成长 配携稳定成长 而且是股灾的时候 他都有赚到钱 你看2020年股灾 有没有赚到钱 还赚更多了 都有赚哦 所以说一只公司 如果说大行情的时候赚到钱 其实就跟大家一样 所以股灾的时候 其实才是最好去 淬炼他的时间点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去算他的股价 怎么去算 那其实也很简单 我常常举一个例子 如果这个店面 你每年可以收到50万 你愿意持有他多少年 小雪你呢 就一直收啊 我愿意一直持有啊 如果说你愿意持有20年来讲 那你一年收50万 20年多少钱 1000万 那这个就是他的价格 当然你说像 你如果愿意持有30年 那人家开1500万 你也觉得划算 因为我愿意持有30年 对那当然店面是可以持有很久啦 对不对 那股票通常我们会抓个20年 因为我怕他跟房地产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就拿那个中信金来做例子 陈老师有七八百张 那中信金我们其实我们可以看他最近都是配现金鼓利 那大概都配一块钱 所以我们就把它算出来 那平均大概配1.05左右 其实这也符合好公司的特点 获利稳定 然后配的也很稳定 这个就符合一个好公司的特点 长期饭票 那我很简单啊 他既然每年给我一块钱多一点嘛 那我如果愿意持有他20年 那我们就可以算出来大概21块左右 那当然有人问说 老师你刚中华店给25年 那你为什么现在中信金给20年 你大小时吗 中华店毕竟中华店不一样啊 更稳这样 中华店因为金融股它还是会受到景气循环 比如说升息降息 可是中华店这个电信业务 你说现在的没网路没手机 基本上就活不下去了嘛 所以说他非常的稳 那非常的稳来讲 你愿意久报 股价就越高 那我们当然要给他更高的持有啦 所以说中华店就会给到25年这样子 那一般来讲我是最少 我大概都会抓20年啦 所以说以这样子来讲 我们中信金我们就可以给到他那个 21.1 20年这样 所以说算出21.1块钱 那如果说股价低于21.1的时候 有啦 其实最近这过去这几年 只要股价大概20块 我都会加码 因为我是用他的内在价值去算这样子 这是我们现在了解的金融股 金控股 我们现在的方向 好 好 好